現在的天氣開悵炼了 不知道大家玩過頭過沒有? 今天就跟大家發一個簡單的夏天裝 夏天的话我会选一只没那么黏的防晒产品用 底妆就可以清爽一点 没那么容易出油了 经过多年的测试之后 这支RMK的Liquid Foundation 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适用的 有遮瑕度之余也不会好厚 这个碎粉我都用了很多次了 我想大家都见到厌的了 那我就不再说了 总之就轻轻全面印碎粉就可以了 今次的眼妆我就选了眼影膏 眼影膏显色之余还可以比较防水防寒 夏天或者去船坡用就一流了 剪片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拍漏了的product shot 你不要紧了 想个眼妆更加long lasting的话 可以on top再补多一层眼影 那就可以更加持久了 沿着眼影画一条眼线 不用画得太粗的 那大家用Liquid Alana画又可以 或者用Gel Alana画都可以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只孔爪蓝色的眼线 在原本的眼线上面以虚线的形式再画多一条眼线 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够实色为止 那下眼线三分一位置都可以画上孔爪蓝色 那因为画蓝色眼线的时候 不多不少都会印了少少蓝色在原本黑色的眼线上面的 那所以可以再补一次的黑色眼线 让它更加完整 今次这个是一个很清爽的妆 所以折毛液就不用塗太多了 轻轻上下都塗了就可以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修有了这条眉毛呢 因为今年没有再那么流行 很粗很粗的眉毛了 所以我就修有了这条眉毛 和修得比之前更加平 那自从染了这个头之后呢 这条眉毛就一定要塗眉Gel才可以出家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眉毛真的太过深色了 这条眉毛也是今次这个妆的重点来的 我们将胭脂由两边面盒到鼻胭上面都要塗上胭脂 看上去好像有一种晒红了的感觉 鼻两侧可以用手指塗上去 最后用塞粉掃推翻一些边边位 看上去就会更加自然的 这一盒就是我近期最爱用的光影粉 在拳骨和一些突出的位置塗上光影 阴影我就不说了 因为又是说了很多次了 上一条的化妆师告白片 有很多人都说这一枝唇膏很美 其实真的很容易塗的 一剃过就可以轻松画到咬唇妆的啦 夏天这么热 一出汗出油 前阴就很容易立了 不知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呢 今次我就将前阴夹起啦 然后将所有头发拨在一边 简单扮一条三手边 戴上太阳眼镜 那今天的妆头就完成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这个分享啦 如果你都喜欢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